生活情报还要提供你 最近常下雨呢 如果觉得家里年年湿湿 而厨师肌肉太贵的话 你可以自己动手DIY做厨师包 到这个化工材料行 买一个这个俗称固态水玻璃的细巾 装在沙袋棉袋里面来厨师 自己做的一包不要十块钱 在细薄水分之后 它变成粉红色 拿去晒太阳 又能够继续使用 省钱又环保 打开衣橱摸一摸 感觉有湿气 民众通常会摆厨师盒来厨师 不过市售的厨师盒 用一次就丢 想要省盒包DIY自己做 重复使用 最主要是重复使用 觉得省钱又环保 现在实际那么差 DIY厨师包原料蓝色小颗粒 就是俗称固态水玻璃的细巾 化工材料行都买得到 再把它分装到纱袋 麻布袋里 挂到家里的各个角落 固态的水玻璃呢 里面含有绿化芽菇 它可以当作一个指示剂 所以当它吸饱水的时候 它会从蓝色的 变成粉红色的 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经过加热的方式 让它重新再还原使用 用微波炉加热 DIY的除湿剂就能继续使用 实际来比一比 DIY和市售除湿盒的效果 同样喷水五次 静置五分钟 固态水玻璃吸收水分 慢慢变粉红色 市售的除湿盒的绿化钙 一遇水立刻变得湿湿黏黏 除湿效果比较好 这个绿化钙呢 它总吸水量会比较大 所以它整个盘子到最后 会整个是水 而这个固态的水玻璃呢 它顶多吸到每一颗 形成一个水盒的状态 它就停止了 虽然市面上卖的 绿化钙除湿盒效果快 每盒25到50元 但只能用一次 而买固态水玻璃自己做 比较省钱 一包10元油涨 还能加热重复使用 什么多涨的年代 想省荷包 不妨动手做做看 中天新闻 唐一辰 稍日敏台北采访报道 不妨动手努力 除逅 优优独播剧场—— decide